我煮菜 先把调料堆里面的鸡精味精添加剂 丢到垃圾桶 然后你会发现 好吃还不加添加剂 甘香菇 昨天一晚上泡 至少泡12个小时以上 再泡个头尘 冷水泡就行 这个就是烙烫油锅子的油 点儿都不浪费 炒这个呢 油今天重一点 因为后期是大地料理 是不用加油的了 酱葱油切半熬去 这个呢就必须要 烙母鸡 烙母鸡更好 才香 这种一开的 这个鸡腿 这个肉 干成小头头 太小了不好啃 太大了 又不容易爬 开开这个话不错 一晚上吃一碗没事 可能就是这么大头头的 可能有个十五坨 好了一碗上的香菇 这个香菇水 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调 你如果特别喜欢香菇的味道 而且喜欢很通种的 你这个水全有 我调的一般是 一般香菇水 那个香味就 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把这个 爸爸给他去的 爸爸他不容易嚼得动 快烤了 不管是香菇烧肉面 还是炖鸡米 你不能去用鲜香菇 没这个味道的 鲜香菇是适合自己 拿来炒肉 切剥一点 盖香菇炖四个小时 炖不凉 香菇里面的水 不要去挤它 等它 每一滴都是精华 然后小火炒它 香菇炖鸡 香菇炖鸡 要炒 鸡就是生的 那些和香菇一起 摘个料来烙出来 他们那种 就是酥香味 它是一个生香 它会可能就是 普通的人 他会都没用过的 他会做的 姜葱油 和自己加姜葱来煮 区别是什么 我来接待的就是 就是一个生香 一个酥香 炒到 就是所有的鸡 盖不到里面去 对这种鸡 还有一点点和味的 就这个变色 这个时候就把香菇下去了 这个是不用炒盖的 追起炒盖 炒盖的话 就是把你这个 这个鸡蛋的鸡蛋 给它们拉进去 炸火 不辣的 香菇炒出香味 炒盖的炒盖 炒盖就外面了 只有一个 叶色的叶色 香菇味道一叹 这个就是 开心 叶带的炒盖 这个是生香的关键 这个是 这个是 香味出来了 就可以了 我这个炒盖 也就是对家庭做法 因为这个锅 不够大 它整个要鸭鸭汤 所以说就是 料 差不多这么多就够了 分成两次 剩到这里 你可以冻到下次来熬 你锅够大的 你就一次弄 然后香菇水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 我就是一般的 然后其他就加水 如果是 香菇水加进去的时候 这个香味太浓烈了 也该有其他的味道 我比较喜欢这种 比较综合性的味道 面上的一层油好爽 煮一会儿 它就还要出油 这个鸡 鸡片 然后鸡股花椒 呈呈的味道 这个花椒味道呈到 它最后都吃不出来 但是它又有饮有的香味 白胡椒 然后鸡肉 热,降温,你如果说是 打开跑气的话,香味跑了很多 所以今天提前 时间预养出来 你看好多油 都还在开 这是尝味道 也不够还加 因为糖很多,所以你的眼睛要够 最开始不该加多,就害怕黑了 这个就好了 热的底料 就这么简单 热味是调够了 这个再给它提一点血 然后腰要落地 你不能只要上面的油 但是油也必须要要 焦头就最后来要 先把 糖 打起 糖一定要要够 你一会儿把糖泡起 面包给面都撕 你准备在这儿皮就对我的折磨 不啊 太香了 又是老闆焦头了 好香啊 好香啊 加好些少子 自己做看看 自己做这个复理还没得用 这个是要 蟹葱香 蟹葱味 烙汤的时候是没加葱了 有点油香葱 好香 同样是香菇汤系列 炖鸡米水和香菇扫着面 味道是外圈两个不一样 开得起很一样 香味外圈不一样 香菇炖鸡米水 花生米 冰淑花生米 加点红油的泡菜 这个汤好像那个汤包子的汤 吃着吃啊 嗯 可以 好吃 可以 吃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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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肥